請收看為心世界 金宮百姊波羅美京 三節夢境 永為美絕 此地眾生 何不休息 無上聖聖微妙華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 拿莫本是釋迦牟尼佛 各位唯心賢士同修 各位釋放善知識 金剛經這部經是非常深奧的 金剛經的任何餘句 若你懂了 可以為他們解說 金剛經任何餘句 你的功德無量 尤其你能為他人解說四句的金剛經內涵的時候 那麼你們更是功德無量 經中開示 這未能他人解說四句祭的時候 你們的功德 比三千大千世界的功德還大 四句祭就是無上聖聖微妙華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 所以這四句祭 我在我們兩年多年前 金剛經要講解金剛經的時候 也講得很清楚了啦 我們已經講到三分 還不到三分之一 有的同修問我說 師傅你金剛經講那麼慢 為什麼不講快一點 我跟同修說 我金剛經可能要講一輩子咧 蛤 講那麼久了 我要行金剛經之道 所以我要講一輩子 修一輩子 那麼各位你們 要不要跟我修金剛經修一輩子咧 各位你要活到一百歲 金剛經的路還沒走完 還要走到哪裡 所以回到天上世界 大環天世界 還在那邊在行道 為法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眾生說法 神女悟到佛法的時候 悟到聖法 那你的壽命就無量了啦 所以孔子啊 他講了一句話 讓我很感動 當我想到那一句話呢 我更感動 孔子所開示的 無道一以貫之 無道一以貫之 道就是真理 每個人的真理 每個人的真理 生命的真理 智慧的真理 一以貫之 從頭到尾到未來 孔子到現在 已經兩千五百多年來了 那麼久 他的道 並沒有 因為有身體沒有身體 也沒有那個國家 也沒有魯國 也沒有什麼國 現在是中華民國時代 他的真理還是存在耶 還是永恆耶 所以各位同修啦 我們來參與共修金剛經 我是要讓各位了解 我們的生命是永恆的 不是短暫喔 身體的生命當然是短暫 但是我們智慧的生命是永恆耶 永恆元年了幾千萬年後 還是我們的智慧的生命還是永遠存在 但是各位同修啊 你們要記住喔 我們的智慧生命要永遠存在耶 就是從修行 多讀經 讀誦經 曾經有一位我們的師兄 他不能說師父啊 經又不是我寫的 又不是我講的 又不是我講的 那麼我哪有之國說那是我的經呢 你學到學多久了 我拜過很多師父 我告訴你 拜過師父 他們告訴你的 你都一直在忘求 想要自己求得 能夠什麼神通不神通 想要求得 你怎麼樣才能飛沿走壁 對啊 我一直想 平五五九到那邊 我告訴你 你已經錯了 錯得很離譜 第一 你要到台北 像現在高鐵 有那麼快 要錢 所以你說我一下子要到那邊去 第一可以省錢 第二可以省時間 第三 不要塞車 第四要怎麼樣 我說你趕快修成正果 你把地球放在心中 第一你不要錢 第二不要時間 你馬上頓路 哪有可能 師父 你講得那麼 講得比說得好聽 講得咧 講得咧 不切實際 我本來就這樣 你一直一直想說 我 怎麼樣馬上到 哪裡去 你就一般江湖叔叔所說 你用盾就盾了啦 用盾的 我說盾的很簡單啦 你鍋子拿著準備 你 你裡面去燉嘛 燉啊 鍋子去燉啊 燉了身體就死掉了嘛 靈魂跑出來 你要去哪裡就哪裡了啦 就比較快了啦 所以你這個偷懶 不切實際 那好了 我們這位信主師兄 他說老師啊 師父啊 不要再談這個啦 傷感性的事 你教我怎麼樣 能夠馬上到台北啦 他還是要講得馬上到台北 我在這裡就還沒到台北 我已經也到台北了 已經到台北了 你還問我怎麼到台北 那不是啦 你還坐在這裡嘛 你也到台北了嘛 怎麼沒有 沒有啦 我都到台北 台北有沒有去過 有啦 我常去啦 你常去 那你現在 你的念頭一想 馬上到台北嘛 馬上到台北嘛 這經文 聽什麼講 四頭環 往來 一往來 一個往來 就四頭環 佛首開示了 就是我們的念頭 念頭四念 是這個念頭 你頭腦所想的 馬上就到了 所以 六祖華寶談經呢 好 要結束那一段呢 就是 五昨天嘛 要請 慧能大師 到皇宮 收法 慧能大師 他是禪宗嘛 五昨天 也是修禪的 修火法 請了三次 慧能大師不來 他說我不去 而那 他的大臣們 哦 很氣 這什麼大師 用綁的 把他綁來 我昨天 奈莎那 啪 大霧了 哈哈大笑 不來即來啊 不來即來 他霧了 所以 五昨天呢 他的大手大霧 關於我們 幾天 經文 經典 無上 甚深 微妙華 百千萬節 難遭遇 我今 見聞 都受詞 願解如來 真實意 這四句 是五昨天所 寫的 所譜出來的 一切經文的心法耶 你們以前知道這個追距的道理嗎 所以五昨天他也在修啊 他替所有當時中國中華民族全民 在求道 在修道 那麼各位 相對的 你們 也是在為眾生在修道耶 所以惠仁大師他也 講了一句話為國修道為民祈福 那麼我們本中文 宗主也是為國修道為民祈福耶 那麼我們進了一步為民族圓榮耶 所以各位同修啊 我們心量要放大 心量放大 一往來 一去一來 這個道理很深奧 而且也很顯現 我們的成語耶 石頭煥 石頭煥一往來 那我跟各位現在在前奧餐堂上 我的念頭 所想的金剛經 裡面的任何一句 我把它想得怎麼樣 做到金剛經任何一句 他的真言耶 那就一往來嘛 尤其因果律的問題 也是一往來 有因必有果 有果必有因 這也是一往來耶 也是石頭煥 也是石頭煥 好了 石頭煥就是進入到第二個境界了啦 那麼我們來到世界上 第一個境界 就告訴我們 佛啊 很慈悲 告訴我們 就是名稱為 然後石頭煥 然後石頭煥 入 瘦身香味醋 入瘦 用我們眼睛 肉體的眼睛 進入 你所看到一切的 幻化 變化 有無色性 那我現在用眼睛看到前面一隻腦鼠 這邊又一隻腦鼠 看到桌上有很多果 火 花 尤其呢 看到很多很多人都是用眼睛看到的 看到我們微信聖教開天三十週年 幾天 我們法國已經有三十週年了 若是各位沒有用眼睛來看 你不知道我們中文有三十週年 開天就開智慧 開慧眼 開慧根 開生命 這根源 在黎萬宮已經有三十年了 這叫做社 所看到的 一切都叫做社 所以各位啊 我們修道人 很多大家也都修道人 來世界上 凡是人都修道人 我們用我們眼睛去看到的是什麼 大部分所看到的是煩惱 而不是所看到的快樂 你看到的快樂 能永遠存在嗎 不可能啊 記得我們國小 我們國中 唉唷 那時候考試要寫作文嘛 就寫叫街頭啊 街頭 他寫了幾句很簡單 我站在街頭 看著過去 都是人頭 人有人頭 街有人街頭 看到的都是人頭 看到的都是人頭 這佛懷耶 你一往來 我跑到街頭 在那邊站著 就一往來 就往 去 我到達什麼地方 站在街頭吧 看著人有人頭 街有街頭 街有街頭 看過去都是人頭 你這佛懷耶 你這一往來 一往來 裡面的 就是音樂法 明日為錫頭環 這是受眼界 眼睛所看到咯 耳朵所聽到咯 然後我們的風水學 很簡單的道理 聲音 哪一種聲音對我們有幫助 哪一種沒有 那你頭的後面叫玄武嘛 右邊叫白虎啊 左邊叫青龍 腳的前面叫朱雀嘛 很重是聲音 在後腦袋 蹦蹦蹦 蹦蹦蹦的時候 你腦神經會摔弱啊 睡睡不著啊 腦中風都有機會啊 我們一位師兄 他在警政署啊 他去年拍到高雄市 台南市做督察 他中午一要休息 宿受 右後方 中午啊 學校學生都學大鼓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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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白虎動啊 白虎動就是火嘛 右邊動火 空空空咧 結果就是腦中風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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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很自然的 变成后脑袋 又后 这边中风 右边中风 右边中风 左手左脚不能动 这也是社界的阴界 生界 所以我们的办公室里做动 右边 白斧动 你绝对做不好 事业做不好 所以世间到处都是陷阱 然后陷阱在佛家来讲 也就告诉我们要闪 要躲避 但你怎么躲避 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到时候我们可以借力使力 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 他开了一间小小的工厂 他的员工常常发生抽货 有一天到仙活室来 他问我说 师父 我员工常常抽货 原因不知道哪里允许 员工常常抽货 几个原因 第一 你工厂的右边 他人的工厂声音 砰砰砰砰砰的 音声震动 好 再来 你主人的办公桌 你右边震动马达 或是各种的声音 一震动 让你的员工心神不灵 再来 你的神位 右边放冰箱 家里小朋友 常常会有灾难 心神不灵 你的床位 右边呼噜呼噜 冰箱马达洗衣机 呼噜呼噜的时候 那你的老婆 家中会很多不平安的事情 所以这个声 你不是摄声 不是声音的环境 但是你要懂得声音 对人的身体 也有很大的加分和功德力 那就在你的龙边 左边去动 工厂左边动 越动越发 那么这一位 我们信徒师兄 师父 我的办公桌 坐的 右边 一只 水株箱 很大水株 呼噜噔噸噔噔噔噔噔咯 我这里放那边 因为老师告诉我说 放那边比较会有材 我那边道德也有材 白虎动 所以 他想 哎,對呀,我放下去,第二天,員工出錯貨,再過幾天,換他出錯貨,再過幾天,換老婆出錯貨,奇怪,怎麼這樣那麼準啊,那麼厲害啊。 我說,這環境是誰嗎?我們是靈魂投胎到身體來,周圍的環境,受生香味,這五種的味道,五種的問題,都會影響到人的健康,和我們的念頭,意識的念頭,但是影響不會到心,因為心是如此不動。 但是我們的身體,就是念頭,在掌握我們的一切。 啊,所以,這個,叫做石頭環,我們大家要了解,裡面的真意的時候,你會過了快樂的平安的人生啊。 在這裡,我。 在這裡,我,我們大家要了解,裡面是一個珍貝,的感情。 我,你,我,我,能夠這幾天,台,門的人,對啊。 我,你努力是這樣。 我,我在這裡,我,你不敢想要責任先。 你,我,你,我,你,我,你 吃任何東西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